中超第16轮比赛 上海善花与唐春亚太 在75分钟时战成了1比1平 亚太球员张力在比赛期间与上海善花 的前锋灯巴巴撞在了一起 张力被撞倒在等 随后两人发生了口角 被队友拉开后 比赛继续 谁知两人的争吵还在继续 灯巴巴显得情绪非常激动 此时只见灯巴巴指着自己的胳膊 续续叨叨的说着话 还不断的做出索猴的动作 亚太黑人球员上前安慰灯巴巴 只可惜灯巴巴还不平息 非常懊恼 而张力则也在与对方口头骂骂 通过这样的情节 我们可以判断出 张力可能是对灯巴巴有了种族歧视 不然灯巴巴不会指着自己的皮肤 其实中国人曾几何时也被外国人种族歧视 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歧视过他人 此次张力的行为的确是非常不理智的 也是体现他个人素养的问题 而中超赛场出现种族歧视 恐怕也是一个大新闻 再后上海宣花队主帅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亚太球员向灯巴巴使用了国际上不能使用的对黑人 球员骑士的语言进行攻击 才造成了灯巴巴的愤怒 如今中一式的灯巴巴心情仍然不能平复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如此伴怒的灯巴巴 俱乐部将准备资料上诉中国族协 看来上海宣花已经确定了张力的种族歧视 如果张力真的被查出涉嫌种族歧视的话 那么他就会被减散 也绝对会让他的职业生涯受此影响 就会让他的职业生涯受到